主料,排骨一千克,辅量,葱半根,姜三片,蒜八九粒,八角两个,花椒一小撮,冰糖两块,菠菜一小把,食用盐,生抽四勺,老抽四勺,料酒四勺,耗油四勺,海鲜酱两勺,醋四勺,排骨肉块准备好,凉水上锅,大火烧开,小火煮五分钟,煮出鲜末, 用清水反复清洗干净,准备葱姜蒜,大料,冰糖,把八角,花椒包起来,盛料包,因为我妈妈不喜欢在吃肉的时候,吃到那些大料,所以,包起来,省得我姐,把肉,葱姜蒜,料包,盐适量,老抽,生抽,料酒,醋个两勺,放到电压力锅内盘中,按到肉类,二十分钟后出锅, 生抽,老抽,料酒,醋个两勺,海鲜酱两勺,耗油四勺,盐适量,调成酱汁,炒锅准备好,把排骨一块一块的剪到炒锅里,不用放食用油,加少量骨汤,加入酱汁,大火烧开,烧至汤汁浓稠,装盘即可,烹饪技巧,牙的时间长一点, 一咬,肉会脱离骨头,而且脆骨都可以很轻松的吃掉,不用加食用油,很健康的压的时候,少放点盐,骨汤喝着玄蛋正好就行了,肉可能会淡一点,炒的时候再加盐就行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